来 蔡英文老师您坐 好的 我们的直播间呢 我们的蔡英文老师呢 现在已经是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先欢迎台加入到我们的直播 也先跟我们的网友打一声招 大家好 您是第一次来参与我们这个 我要上场版的节目 今天你刚才过来 有没有看一下我们的现场 我觉得现场非常的漂亮 而且今天的环境天气各方面都特别好 刚才有没有看到 我们那些正在紧张筹备的选手们 看到了 大家都非常忙碌的状态 您对咱们的整个今天要录制的节目 有没有什么期待呢 其实今天就是 因为其实也提前做了一些功课 了解了各个选手的一些资料 包括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类型的节目等等的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发挥就好 您个人有没有哪一个节目形式 是您个人特别喜欢的 我肯定更加关注的是 可能是歌舞类的节目会多一些 想看看大家最近在做什么样新的音乐 这样 最近的音乐 好 那您之前那么多年的春晚 您有对春晚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的印象 你记忆吗 春晚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小时候一家人吃年夜饭啊 或者一家人在团圆的时刻 一定会打开电视看春晚 应该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儿时的记忆这样 那当年的年少的时候的那些年除夕对您来说意味着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时刻可以大家再聚在一起 像以前就是会跟外公外婆一块能够领红包呀 能够吃外婆做的年夜饭啊这样 我听说您是湖南人说到年夜饭了 对对对 听说您是湖南人 您先用能不能用家乡话跟我们的网友为成好 呃 大家好 我现在说的不好了 没有以前说的好 对因为是特别小的时候 在湖南有待过这样子 我们了解到您之前的主题是湖南怀话 对 今天回到长沙 其实离淮花越来越近 嗯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非常亲切 包括我刚刚也看到非常多长沙的父老乡亲们 觉得特别的亲切 特别的可爱 回到淮花 回到初夕 还有什么能记起来年夜饭 特别特别有印象的菜 有没有当时一定每年一定要做的什么事情 在自己的外面 我们会吃饺子 会吃饺子 然后会在饺子里包上一个硬币 然后看谁能够吃到那个硬币 那您吃到过 吃到过 那您吃到的就一定要许愿 但我吃到的一般都是五毛钱的 还有一块钱的 哦 那很多了 对 对 对 那您吃到以后那要许愿的呀 按照这边的协议 没错 没错 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学习能够进步呗 然后也希望家里人团团圆圆圆健健康康的 好的 今天我们的录制啊 马上就会要开始了 然后您作为咱们今天的这个祝梦嘉宾 其实那您就是您的一票有相当关键的作用 那您今天您会对我们这个到时候表演的这些选手们 您会有哪些标准呢 或者是您特别看重视那方面 谈不上标准吧 我觉得每一个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的选手 他们的专业一定都是有过人的实力和能力的 所以更重要的可能就是能否感动打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开心快乐的氛围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还是更多的就像我们的专业态度啊 还有咱们面对咱们这些节目的一些不同的状态 是的 那接下来咱们对于整个的咱们这些选手 有没有哪些想对他们说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放松吧 然后能够享受这个舞台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开开心心的表演就好 那您的舞台经验 那肯定是非常的丰富了 没有没有 那您从您的角度出发 作为一个注目官 那您有没有什么舞台经验 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马上要开始表演的这些选手 因为可能对每一个登上这个舞台的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可以在上台前深深的呼吸 三下降 然后拿出最好的状态 先放松 对 先放松 忘记那些东西 只要展现出 是的 行 那我们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到了 新的一年 您有什么样的规划 有什么样的目标 新的一年还是希望踏踏实实的 然后能够出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今年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比什么都重要 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案 能够先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具体的安排吗 会 一定会有专辑带给大家 一定会有专辑是吧 对 行 最后再用 能不能用咱们的方言 再给我们的这些 选手们鼓鼓劲 打打气 应该说说说说一句 方言吗 对 呃 我教您说长啥话 好 教我一句吧 国为英文 不好意思 国为英语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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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国为英语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哈哈 你们是最棒的 你们是最棒的 加油 谢谢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 您请休息 谢谢